公共运输迈入无缘新时代 淡水的自驾公村 现在已经风光上路了 目前新北市交通局 只规划了两个站点 起点从新轨的坎顶站 一直开到美丽星商城 全长来回只有1.2公里 这个距离虽然不长 但对于台湾的公共运输来说 可以说是重要的里程碑 自驾电拔一 第168是第一个在台湾 用公共运输形态 将这个自卫驾驶的车辆 引进到公共运输的路线上去 外形短短有点可爱有点萌 但别小看这辆小巴 行径当中竟不是驾驶操控 方向盘自己动起来 AI系统犹如为车子 添上学习大脑 学习来讲其实就像baby一样 学的东西需要重复性的 他就会慢慢记住 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状况的时候 他其实会有举一反车的能力 所以他在学习过程中 其实他以某种程度建构出 他自己的一个大脑结构的一个逻辑 业者表示车上的AI系统 有如小baby 得让他尝试各种路况 才能打怪升级 为此自驾车乖乖学习了三个月 面对各种路况信心满满 这个测试的路线虽然很短 它有15项的测试的一些项目 这个车辆在行经 近站 出站 红绿灯 行人违规 那停车场出路口 右转弯 左转弯 直线加速 有会思考的大脑还不够 要让自驾巴士能感应路况 前提是在车子的身上 安装好神经系统 我们在这个车体上 我们总共有配置三个光达 一个是左右两侧跟上面 那光达的目的就是帮助车子 去扫描入侧的一些状态 然后把这些影像的资讯 送到我们车上的AI系统去做辨识 做个实验把假人推出去 光达扫到障碍物 立刻告知AI 这时AI收到了讯息 立刻下达指令 赶紧踩刹车 变试完了结果会去 对于对车体的控制系统 去做下控制指令 然后进而达到 所有车子的一个控制行为 如同人老般的判断速度 全拜科技所思 车上的资讯传说 采取5G技术支援 速度之快 让车子和路上的后指光达 能近乎零时差对话 强调的就是低延迟 因为我们这个车辆 跟车辆之间通讯 或是车辆跟路测的通讯 其实要很快的做一个传送 所以强调要低延迟 这样才不会就是说 在短时间内 没有办法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实自驾车有分五等级 等级一是由驾驶操作车辆 但车子装有警告资讯系统 等级二也是由驾驶操作车辆 但车上的系统 要能自行发挥作用 例如定速 自动刹车系统等等 而等级三 车辆可以自行驾驶 但依然需要驾驶待命 随时接手 Label 3其实开始自动驾驶辅助的概念 就进来了 但是它的责任归属还是以人为主 那所谓Label 4其 它就还是一样是自动驾驶辅助 但是它其实的整个责任归属 是系统为主 以此类推 到了等级五 车子仿佛进入人的境界 可完全自动驾驶 甚至车内见不到方向盘 淡水的自驾巴士 介于等级三到四之间 民众特意从卢州赶来 见识这台聪明车 然而目前仍是短程载客 未来等否进入长城公共运输之列 大家也只有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